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一直读保罗在这一切日子所分享 我就深深的感受到保罗的生命的丰富 他这样伟大的一个师徒 上帝他个人的经历里面达到很少的能够比他更高的一个境界 他上过三成天,他听过神在乐园里面的隐秘的话语 这些东西,神把创世以来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 没有歧视给别人,是透过保罗来歧视 让我们能够得知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师徒 弟兄姐妹,我不是说羡慕他所做的 而是羡慕这个人的生命,多么的多么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早晨我们来读神的话 让我们进入上帝的心里面 今天我们要读21章1到9节 我们来读《使徒新传》21章1节 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戈士 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巴达拉 遇见一只船要往菲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 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受恨 因为船要在那里泄货 找着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上人去 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同妻子和女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食品 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这罗行进水路来到罗里满 就问那里的弟兄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盖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福利家 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十四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妇女 是说预言的 就读到这里 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讲传福音的福利 那福利这个人呢,是很特别的 这里又提起这个福利 那如果你还记得,菲利第一次出现 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 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他做什么呢? 他就是当时因为有饭死的 就选了七个人要来管理饭死 因为讲西利尼话 就讲外国话的这些寡妇他们被忽略了 那他们就找了,使徒彼得他们就找了七个人 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菲利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讲到这个菲利的时候 特别加上了几个字叫做传福音的菲利 菲利他的特点,他的生命的特质 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菲利 那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菲利呢? 那当然弟兄姐妹有一个过程 我们看见七十之神圣经里面把菲利提出来 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他第一个介绍给我们的就是管饭死的菲利 管饭死的菲利 在那个时刻,他在那么多几个成千上万几万人的一个教会里面被拣选出来 那这不简单的是不是? 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他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就做什么?就管饭死 那弟兄姐妹说,管饭死 管饭死,那太简单了是不是? 我只要懂一点这个饭啊菜啊怎么样配啊怎么样 这个就可以了吗?不是的,弟兄姐妹 可能这些你都不懂,但是有三件事情 你一定要在管饭死的这些人身上 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 他们为什么会选出来呢?有三个客观的因素 第一个要有好名声 第二个大有信心 第三个要被圣灵充满 我的天啊,管饭死需要大有信心 而且还要被圣灵充满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你 今天我们服侍 好像谁,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可以来 不过弟兄姐妹,当时要能够进入侍奉 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些的条件 你才可以,你才配 来到圣殿中来侍奉圣 让弟兄姐妹恩典很大 很多的人都可以 只要你愿意,我们都鼓励你进入侍奉 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侍奉是什么意思? 侍奉就是赐利在上帝的面前 来侍奉永生的神 所以侍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 是给我们的特权 我不知道你认为服侍 比如说做一个招待 弟兄姐妹,有一些人 他就是非常的战战兢兢的 他觉得这个侍奉 我不是只是来做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教会有一个事情 我就是有需要招待 我就来做招待 有需要教儿童的均用知识 我就来教教这些孩子 反正我有时间我就来 那没有时间呢,对不起 甚至有些人竟然可以 在临时变卦就不来 那当然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子 可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才能忠心 今天我们做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做整个环保的事情 我就是把它散得干净 有一次我在厕所里面 就看见这个有点脏 我就去把它擦 我擦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已经 你看主任牧师还去擦地板 这已经是很... 可是弟兄姐妹 不是的,圣灵就告诉我说 你这样擦成这样子 你觉得这样子做就可以了吗? 后来我才知道 我就是想说擦一擦这样就好 或弟兄姐妹一看见 您做最小的一件事情 神也在那边注意地看我们的每一个举动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个事奉 让我们可以不断不断地成长成熟 在小事上忠心 神才可以把大的事情这样交给她 那后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神就开始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开始训练这个匪力 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叫她是传福音的匪力 她还是管饭式的匪力 但到了撒玛利亚 她就在那边开始传神的道 弟兄姐妹 她就成为一个撒玛利亚福音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弟兄姐妹感谢神 这个已经了不起了 后来神就拆她到加沙去 在旷野里面 也不知道这要干什么 她也不晓得 结果就遇见了安提阿伯的太监 就向她传福音 弟兄姐妹 你知道她慢慢的她的属灵生命 越来越有一个特质是什么 就是传福音了 好 那到了《使徒新传》21章 这边就告诉我们说 进了一个人的家 这个人的家是谁的家呢 他不是讲匪力的家 也不是讲管饭式的匪力的家 而是讲什么传福音的匪力 传福音的匪力 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 这个人的生命 他的特质已经清楚的显明出来 变成他生命的特质 传福音变成他生命的特质 而且他带出来一个非常美好的果效 他的四个女儿都是所预言的 四个女儿都是所预言的 所以这些祝福就是不但临到她的身上 也临到她的全家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我们生命的特质 他可以从管饭式的变成传福音 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 所以是不是从小小的顺服 变成中中的顺服 然后再进入一个大大的顺服 弟兄姐妹一步一步 忠心稳定而且可靠的 再来完成每一件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正在寻找这样子的人 神正在寻找这样子的人 不要想你要做什么 你要想的是神希望你 神需要找的人 你要成为神所要找的人 神的眼目辩查全体 要寻找那心中 向他存着诚实的honor loyal 就是非常忠诚的 对神非常忠诚 什么叫忠诚的 不是要完成你的事情 不是要完成我的渴望 而是要完成神 现在要做 那神现在要做什么 通常都是你的领袖 托付给你的事情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希望我们在生命里面 不断不断的做 不断的做 就变成你生命的特质 希望有一天 我们当中有些人 是被称为读圣经的某某人 你是一个爱祷告的某某人 你是热心待人的某某人 你是忠心可靠的某某人 你是稳定侍奉的某某人 弟兄姐妹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特质 能够逐渐的被表达出来 弟兄姐妹感谢主 谁讲的都没有用 有一天上帝说 你是传福音的某某人 那弟兄姐妹 你就不得了 你就不得了 那就是你生命的特质 主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看见 你不一定是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 斐力是一个使徒 但是弟兄姐妹 神却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名称 叫做传福音的斐力 弟兄姐妹 多么的美好 多美好 不要羡慕 在教会有什么什么名堂 弟兄姐妹 这些名堂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生命的特质是什么 主与你同在 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心意里面 阿们